202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大迁势 私隐安全,内容被过滤等等 都成为了大家器用传统社交媒体的原因 而我们这周早在上年的12月 已经决定将节目撤出Facebook和YouTube 建立自己的平台 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无障碍地欣赏到我们的节目 很可惜,我们的收费台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办法让一个完善的平台 让观众畅信地看到我们的节目 原因很简单,一个字,窮 在这里,除了要郑重地向大家道歉之外 我还要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包容 但多谢是没有人用的 我们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之后 公司决定即时施资多500万 去进行网站的改善工程 与此同时,我们Layshow的APP 未来就会在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上架 希望大家日后可以更方便 更流畅地看到我们的节目 我相信,无论科技有多进步 太弱流强依然是社会的法则 做好自己才不会被市场淘汰 除了有好的平台 好的节目内容才是关键 所以Layshow来年将会开发更多 有质素、多元化的节目 我们将会推出 杜汶泽的《寻找他妈的故事》 有田瑞来监制的社会服务令 很严重 这个很严臭 我受不了,不知道我能不能 独家网上转播,达明一派Replay演唱会 身不容我 重生 我们更加邀请到地口天高的导演 林梓永 组织到第一部Layshow出品的电视剧 以及邀请到亨窗集721 《谁主真相》的编導蔡玉玲 加盟我们Layshow为我们制作有质素的节目 每个月只需要60元就可以收睇到这么丰富的节目 一个APP共细 又有剧集又有综艺 弄得整个江岳山这么大 你一次个缴付年费600元就可以立刻升级成为VIP会员 帮你省一年850元 立刻上这个网站登记吧 香港事坛,再无界限 我要娱乐,有得选择 谢谢大家